2024年9月29号星期日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A股下周策略会 好 按照惯例 我先亮明观点 我的观点是 导型反转 报复性的上涨 小周期有整顾的要求 那我的观点是怎么来的呢 来我们看一组数据 通过这个能量表格图显示 首先 上周两市成交 5.29万亿 这一下子 平均每一天成交量 都突破万亿了 这都是平时的一倍 你看平时 2.6 3.2 2.7 是不是相当于过去的一倍 那再来看上证指数 周涨了12.8 创业板涨了22.7% 而且上一周 两市上涨的个股 5300来加 下跌的仅有个位数 47加 上涨超过10%的 超过4200加 下跌超过10%的 只有6加 上涨超过6%的 有5000多加 下跌超过6%的 只有13加 这不就是大涨吗 那能量表格图显示 这个位置已经是报复性的上涨 那短期呢 有一个小的整顾要求 那我们看看各种消息方面 首先是国际方面 你看 乙又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展开了说最大规模的空袭 他那什么什么那个领导人 或什么什么身亡 这下的事可大了 那再说 美那个老拜总统嘛 他现在说全力支持 要支持 以色列的说什么什么 这个叫自卫 你看美正向 中东那边增什么饼 这个事情发酵了 那再说高盛和摩根大同 预计说下个月 10月份嘛 欧洲那边 欧洲央行还要降息 25个基点 那他那边呢 美那边是不是还得继续降 那再说 美国8月的叫核心PCE 就是物诈指数 环比上涨了0.1% 这个是低于预期的 受此影响 你看巴菲特又连续减持 美国银行的股票 那再说 华尔街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压住 说中国的股票反弹还要延续 那再说 美降息 人民币进入到一个升值周期 现在7.0011 马上就破期 我们出去花钱 是不是冲了 有人说是 跟美元一顿换 现在我们的钱值钱了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人民币升值周期的时候 以往的告诉我们 今天大盘都要上涨 那再看看 国院正在部署就业 24条举措 这是啥意思啊 那样把我们的就业上去了 消费是不是也就上去了 兜里有钱了 不就愿意花了吗 就是这样 因为说那绕了这么多盘子 那就不如让股市直接涨 那老百姓不就都有钱了吗 因为股民有两个亿呢 是啊 如果这样的话 股票就大涨的话 我们兜里有钱了 什么买房的买车都不是事 不差钱 那好 再说金融主会权 现在延续发力 9月27号这一天呢 央行又开始降准降息 看到麦就包括14天期的逆回购 都降息了 那再说1到8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 现在总额4.6万亿还多 同比增长了0.5% 那位说 好像没跑赢GDP 对呀 所以剩下的一个记录 就是10月11月12月 我们得策马扬鞭自分题了 那再说房地产方面 广东南沙全面取消 这种房屋的限购 那一线城市 包括深圳呢 都有跟进 那现在如果把户籍 这个方面再取消了 比方说我们在上海 说不用什么 你有什么户籍 有钱买就行呗 你看看 那个时候楼市 不是直接干起来了吗 那再说中正金融 中正金融说 转融圈现在的规模 已经基本清零 说仅剩下一只股票 瞧见麦 仅剩下一只股票 啥意思啊 做空函的不就没了吗 如果说这边 料好交易都不做空了 大家都在一红城的做多 那成交量还能上不去吗 好 我们得从技术方面 仔细看一眼啊 先看这个家伙 技术层小周期 上证指数 15分钟 这个位置 就不出现一个 高点见顶的形态吗 15分钟高点 出现了一个顶背离结构 那15分钟 这不就是小周期 有整部的要求吗 再来看30分钟图 30分钟图 现在呢 开盘就是序列的高期 60分 60分钟图 现在是序列的高八 那90分钟和120分钟 那都是序列的高期 而且大级别 日线 大家瞧 日线大周期 开盘 就是序列的高八 周线呢 周线更大一个周期 周线在这块出现了序列重排 这不就是小周期 有整顾的要求吗 我们再来看 上证50指数 也先从小周期 15分钟说起 小周期 这不已经出现了一个 小顶形态 就叫顶背离吗 顶背离结构 就是个小顶形态 再来看30分钟级别 现在是开盘 序列高期 60分钟 现在是序列高九 再来看90分钟和120分钟 这些大周期 开盘是序列的高八 日线也是序列高八 周线现在是大周期 序列重排 这不也是小周期 有整顾的要求吗 我们再来看科创版 科创版 也从小周期 15分钟级别看起 这不也是高点附近吗 那再来看30分钟 现在是开盘序列的高九 60分钟序列高七 那90分钟 现在也在高点附近 再来看更大一个级别 120分钟 120分钟 现在也是序列高九 日线也在小高点 而周线大级别呢 还在低点范围 并且周线级别 这块有一个低一点结构 这个就叫低一点底背离 你看科创版 人家大周期 这不还有上涨要求 小周期呢 现在呢 还是在一个有一个整顾的要求 那最后我们看 叫沪深300指数 从15分钟小级别 这不也是15分钟 30分钟 出现序列的高九附近吗 那60 90 120分钟呢 现在呢 都在一个高点附近 日线大级别 这不开盘也是序列的高八 那周线 现在在序列低九附近 这不是大周期 没问题 小周期 有整顾的要求吗 来 我们再来看深城指 也先从深城指的15分钟 小级别说起 小级别 这不也是在序列高九吗 15分钟 30分钟呢 现在是序列的高八 那90分钟和60分钟 包括120分钟 这些更大一个级别 这还是在高点附近呢 那再来看日线 日线 这是开盘 是序列的高七 周线 现在是啥样 现在是序列重排 那么这个就证明 小周期 有整顾的要求 最后我们看一眼 创业版 创业版也从小级别 15分钟说起 15分钟 30分钟 序列高九附近 60分钟 开盘是序列的高七 再来看90分钟 在高点附近 而120分钟 开盘是序列的高九 那日线 日线级别 这不也在小高点范围吗 最后看一眼周线大级别 出现了序列低九之后的序列重排 这不也是小周期有整顾的要求吗 那综上所述 我们通过数据的能量表格显示 好 同时还有消息面的梳理 和技术面的分析 我的观点是 倒行反转 大盘出现了报复性的上涨 那小周期有整顾的要求 我的策略当前我们80%层位 如果遇到回踩有T加零机会 按照上车酸原则可以继续干 重点关注成交量 能不能持续放大 再有周一能不能再出现 什么暂停交易 当机 如果出现当机的话 那大家就得知道了 我们上交所要是当机了 大家就往深交所弄一弄呗 不过这个当机是不是人为的呢 这个值得我们怀疑 这是重点关注啊 再关注就是伊朗动物那个问题 能不能出现一个暴雷 好 我是古邦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们明天早间还有早播报 我会把接下来发生的事 还有到明天早上 六点半之前发生的事 用早播报梳理好 分享给大家 那样您能节省四五小时 看盘的时间 朋友们 我们明天早播报 见 我们明天早播报